来到7月1日星期一 我是简中十八皇尤丽 耗值约32万美元的共补省广域学校新教学楼 于6月30日举行落成典礼 共补省副省长奈光对广域学校监视新教学楼表示祝贺 他强调柬埔寨政府积极推动教育事业发展 支持华文教育运作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李杰参战表示 柬埔寨华文教育有今天的成绩 离不开柬埔寨政府的开明政策和大力支持 离不开检华理事总会和各地理事会的正确领导和无私奉献 柬埔寨潮州会馆会长 广域学校校主刘明晴勋杰致辞时 对母校举行新教学楼落成典礼表示祝贺 他表示 广域学校是一所历史悠久的活校 培育出无数的政界、商界、文化界等优秀活文人才 在柬埔寨国家建设各个领域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柬埔寨两国友好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检华理事总会常务副会长兼 柬埔寨文教基金处处长正免法勋爵 代表方桥生会长对广域学校新教学楼落成表示祝贺 他表示 公埔省市活人主要聚居区之一 活文教育历史悠久 省检华理事会自成立以来积极响应总会的领导 团结全体活人活桥 发展活文教育 弘扬中活文化 尤其是得到总会荣誉会长 潮州会馆会长刘明晴勋杰 和夫人杨丹普勋杰的鼎力支持 校园事实不断完善 办学水平不断提高 广受社会各界赞扬 柬埔寨总会常务副会长兼 西南区柬埔寨华理事会会长郑元来新杰表示 近年来西南区13所学校致力以发展活文教育 改善校园环境 加大教师的培训 提高教学质量 公埔省柬埔寨华理事会会长陈顺波表示 广域学校所取辉煌成绩离不开政府和中国大使馆的支持 离不开简华理事总会的正确领导方针 以及各界海内外日新人士的帮助 共埔省柬埔寨检华理事会秘书长夏江国介绍 新教学楼耗资约32万美元 是由柬埔寨桥岭和国内外日新人士捐赠 新教学楼楼高三层 共24间客室 简中时报接获国家警察总署最新报告 在西汉鲁克省的酒店、独场、娱乐场所、按摩院和餐厅 有超过九成是由中国人投资经营 国家警察总署副总监兼西汉鲁克省整顿治安秩序工作组组长谭林 今早在西港召开一项紧急会议 西汉鲁克省警察局局长周纳林 以及共埔省、国公省和白马省警察局局长出席 据简中时报接获最新报告指出 目前越来越多外资企业 特别是中资企业拥入西港 推动当地各项领域快速发展 报告指出 迄今西汉鲁克市共有156家酒店和客栈 其中150家由中国人投资 62家赌场 其中48家由外国人投资 娱乐场所有41家 均由中国人投资 按摩院有46家 均由中国人投资 餐厅有436家 其中95%由中国人投资 经营 唐林指示沿海省份当局 特别是西港当局加强整顿治安和秩序 保障国内外投资者和游客的安全 新闻的最后带您来看西哈鲁克市的夜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达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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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